2021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进入到半决赛争夺 未免冠军天津女排依然展现出超强的综合实力 在李莹莹、袁馨月等国家队主力的带领下 他们轻松击败丁霞率领的辽宁女排 在决赛门票争夺战中拿下开门红 而最大冷门则是上海女排和江苏女排的第二场半决赛 赛前拥有外援拉尔森和金阮景的上海队 被外界认为是叫板天津女排的唯一希望 但在与江苏女排一战中 反倒是江苏女排敢打敢拼 尽管绝对核心张长宁因伤确证 但全队上下齐心协力 依靠集体排球拿下比赛胜利 本届中国女排超级联赛赛程时间较短 对于各支球队的竞技状态 保持核队员体能调整 是一个巨大挑战 最终 天津、上海、江苏和辽宁女排进入四强 半决赛采取三场两胜制 因此 首场比赛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队员心理优势的建立 上海女排不敌江苏女排的结果 出乎了很多人预料 赛前 作为大热门之一的上海女排 更是喊出了冲击冠军的口号 本赛季 球队为了燃指联赛冠军 更是不惜重金 将东京奥运会冠军拉尔森 伦敦奥运会最有价值球员金阮景 招致麾下 单论外援实力和知名度 上海女排独占凹头 江苏女排主力张长宁的缺席 让球队在一船 进攻 蓝王等多个环节捉襟见肘 仅靠龚翔宇一人 江苏女排很难在本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但让人惊喜的是 江苏女排在半决赛却打出了极高水准 每一分都拼尽全力 让对手上海女排有些措手不及 龚翔宇在本场比赛火力全开 获得全场最高的22分 拿下首场半决赛的胜利后 江苏队距离与天津女排会失决赛 紧一步之遥 天津女排在首场半决赛小玉挑战后 直落三局凌峰辽宁女排 从比赛来看 双方的整体实力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天津对瓦尔加斯 李盈莹两大进攻火力点 让辽宁女排疲于招架 而袁新月和王源源两位国家队复攻搭配 也牢牢守住了天津女排网口防线 尽管辽宁女排二传丁霞竭尽全力调动队友 无奈没有一个攻守能够站出来 最终 天津女排轻松拿下半决赛首回合的胜利 继续朝着未免之路前进 对于本次女排联赛决赛的对阵 有球迷期待江苏女排与天津女排交手 看几位国家队主力正面交锋 也有球迷想看到李盈莹和金阮景对轰 检验李盈莹的综合能力 你的想法是什么 对于台本身尽的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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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